- 各位好,欢迎收看5月31日的新闻室The Newsroom 昨天我们突然间有突发的训练,所以不好意思错了一集的新闻室The Newsroom 但我们的新闻传送仍然有在Patreon放送,所以大家在接收新闻cast上仍然会有制作 今天当然会继续有新闻传送和这个新闻室 今天英国的天气在伦敦时盛时雨,那些雨也挺大,挺有狂风大雨 但是现在这一刻又阳光普照,但可能下一刻做下节目又突然间狂风暴雨 那今天星期对英国来说很重要,因为女王的在位白金熙在星期四 6月2日就是这一日重要日子 那伦敦天气非于常之好,全国天气都不错的 就算我们是2号,即我预告就是我们2号就上曼加斯特 那当日就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很好的天气 相信今次的女王白金熙一定会在一个很漂亮的画面当中呈现给大家 当然2号就是在这个伦敦白金汉宫那里有Tripping the Colour 那这个是相当大的节目来的,也有Rock Air Force的5 Pass 这个都是很棒的,但是我们这次就不能够在伦敦看到了 那我们看看曼加斯特又会有什么好的节目可以拍到给大家看一下 那说起这个长假期其实都非常厉害,因为星期四开始 就去到周末都是一个长假,那就是说如果大家打公仔 星期一星期二,即今天和昨天请了假的话 就是由上个星期六开始,有一个非常之有长假期可以给大家玩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后疫情时代,对于英国的交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的,那上一次在复活节 复活节都面对了相当大压力,无论是机场 港口,陆路交通,全部都受到一个严重压力 但是呢,因为只是说过两个月时间,过几两个月时间 基本上英国的人手,即是在交通上的人手 是完全没有一个很好的恢复 所以就算那个假期真的没开始,星期四才开始 现在说星期一,星期二已经几乎陷入一个近乎瘫痪的状态 始终都在机场上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 说的不单只是礼拜一,星期二开始,是礼拜二日 那些航班开始有问题 那在特别在曼征士特,即是曼征士特 大家知道航空业是一环一环的,你地勤不够 变了那个航空,即是那些班机的飞行有影响 另外就是你的行李也有影响 那旅行社Twee,大家都知道这间Twee有安排一些旅行,就是package 也有航空公司的,即是有营运这个飞行的 那Twee就公布就是多班机要取消一下 而旅客是会获得这个全额的赔偿 但是变了就是你弄了你的假期 本身想着这个游场假期可以在后疫情 就算复活节没去,留回这次Jubilee去 但是谁知道又是因为这个交通,搞到没得玩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于后疫情时代来说,这个是很大的打击 那这次这个假期是估计全国有200万人 在这个假期期间坐飞机外游 包括Glasgow,Stansted和Gatwick的机场 今天是录得高乘客的数字 今天说是星期二,即是距离星期四这个正日 还有两天的时间,但已经录得一个高的乘客数字 那Twee就很不愿意这样公布 就是因为这个Manchester Airport的人手短缺 就需要取消四分之一的航班 由现在到六月底,即是现在六月都没开始 由现在到六月底,每日会有六班机要取消 每日有六班机,即是一个星期都四十多班 合共就要取消超过一百八十班机,预计会有三万七千个乘客受影响 那他们可以全额赔偿的,还有额外的gesture 他说明白旅客会很失望,但相信是有必要为乘客提供一些稳定和良好的服务 那Manchester Airport怎么解释呢? 他说现在机场人手率短缺,这个情况跟整个航空业都是一样的了,旅行社都是这样的了 他说明白Twee面对的挑战,也都对乘客的行程被打断感到失望的 那那些乘客怎样面对压力有多大呢? 那有些真的roon了,即是你roon了不单止你的行程受到影响 还要在那个experience里面都挺惨烈的 那有乘客就说,原定星期日,星期日的早上八点,由Manchester飞去克里特岛 那机场就等了三个小时才能够将你的行李去计仓,去check in 但是上了机了,但未能够起飞,那就又呆等了 那原因就是因为机场不知道这班机的行李去了哪里,不知道去了哪里 好了,那又继续等了,即是都很desperate的了 那等几个小时之后,机长就要求乘客要下机了 最终那班机都要取消了 那乘客就形容了,很多人在上面很不满,很愤怒,更加流泪 我想这些流泪是很生气的那种流泪,即是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真是很vurious,那个anger是你应用不到那种流泪 那最后呢,要警方上来调停 好了,这个Manchester,Gatwick都有个类似情况 有乘客就一家四口,星期一早就飞罗马,即昨天本身飞罗马 是疫情之后首次的家庭旅行,有两个小朋友,加上他太太 那先后呢,已经被换两班机了,即是这班不行,我记得了,换另一班 那最终呢,都要取消一班机,那他自己就跟地勤,即是航空公司职员说 不理了,总之你搞到我去哪里都可以了,我不理哪个地方 总之上到机,去到都可以了,但是职员就说,未来三日都没有飞机 三日都没有飞机,那就变成了,他说他早上三点就起床,去机场 搞搞搞,最后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是,压力很大的,因为你本身打算放松 但是谁知道你机场搞到自己很惨,这个情况绝对是很不理想 好了,那有个香港人也有同样类似的case,他的情况已经很幸运了 就是他飞到目的地,而最后呢,那个结果都是良好的 那他礼拜日呢,就在Heathrow,飞这个哥本哈根公干的 那在底部之后呢,就时时都拿不到行李,那就问职员 那职员就说,喂,那个行李呢,就没有记仓了,是整个container 不只是他那个行李,是整个container没有记仓,那仍然在伦敦 那但是呢,搞了过几个钟,突然间就说,喂,有啊,那些行李有啊,原来 那在那个输送带里运回出来,那最终都拿到,就是执回那个行李,他形容就是执回那个行李 那这个是很幸运的case,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惨烈的情况发生 那但是留意一下,这个条例上面,那个补偿机制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flight呢,是delay超过五个钟,超过五个钟头 才会有一个full refund给你的,要full refund 那就是说,可能一个几个钟啊,两个钟那些呢,都不能够做到full refund 那当然啦,刚才那些整个行李没有了,或者几次上了机都下机那些呢,就一定有的了 那那这个假期呢,如果大家本身想着外游的呢,其实都预计到是那个,就是客量的情况很很庞大啦 因为后疫情时代啦,所以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时间外游啦 就甚至乎呢,之后那个,就是暑假,其实呢,我们都查过那些机票啊,酒店呢,贵到飞气啊 这个都是不是一个好理想的情况,所以呢,如果真的外游呢,似乎呢 选择一些,就是相对,就是热门时间的后段啦,可能会好些啦,或者一些冷门的情况啦,冷门时间啦 那如果那些学生,就是要家庭就跟学生上学呢,就难点啦 那那这个Jubilee,这个PlatinumJubilee,如果留在英国呢,去看一下这个英雷王的白金戏呢,都是一个好事来的 都是一个很好的,国内的很好的节目,有些sweet parties,有很多展览啊,等等呢,都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好啦,那英国呢,就还有一件事,就需要讲下啦,就是,波商神自己的政途是怎样呢 上个星期在讲的就是,喂,似乎呢,他在国会解释完之后,他的上位呢,都得保的啊 就是他的上位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就是PlatinumJubilee的报告,内部报告,公开了,他自己在国会交代了,好像可以解释到,好像可以解释到 那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还暂时是未能够,就是100%知道那个警方是怎样的 但是呢,波商神似乎在这个周末,那个压力大增,下台压力大增 而在Jubilee之前呢,似乎都未必有一个真正面对下台的危机,但是呢,似乎压力是有增加的 为什么呢,因为讲的,就是,大讯去1922委员会要求展开这个信任投票的数字呢,增加了 现在Sky News的统计就说,最少有40个保守党友呢,就公开对这个波商神不满的了 而根据现在的那个国会保守党议员的数字呢,只要有54个保守党议员对约翰遜呢,同意呢,就可以展开信任投票的了 那前内国官员Andrea Leedsen,就是脱欧派,也都本身是波商神的支持者 那周一呢,就致涵他的选民,他的地方选民,就说,仔细研究了Soul Gray的报告之后呢,清楚知道 首尚府里面20个月内是严重违反了防疫规则,質疑政府高层呢,不可能不知情的 据同意,唐宁街和内国办公室高层在政治和职场的层面上面,都出现不能容忍的重大失误 觉得波商神要负上全责,促请所有保守党议员做正确行动,令居民,令民众对政府有信心 日前再多三个公开表达波商神表达对他不满,目前已经有28个保守党议员公开呼吁就波商神这个派对门调查 但实际数字是未知多少的,据报了,唐宁街已经正是为这个罢免手上做准备,但现在国会休会 今个星期就不可能发生这个罢免的情况了,所以部分政坛就测测了,会不会下个星期有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逼供状况会发生呢,因为有些议员就说下个星期才对这个Sul Gray报告 发表意见,那么现在这个逼供的背景是怎样呢? 需要54封的信是去信1922委员会,才能够触发这个信任投票 而触发了信任投票之后,如果波商神输了的话,就要有一个党魁竞逐 那党魁竞逐新的党魁就会成为首相,因为现在未去到大选 也不会引发这个保守党不能够执政这个问题,即是不会有在野党能够takeover这个政权的 所以就说只要知道他收到多少封不信任动议,如果触发了投票 波商神需要一半支持才能够保住这个上位 而那些议员就需要交给这个sir Graham Brandy才能够交给这个保守党的1922委员会的主席 他会知道有多少封,但他未必会公布究竟收到多少封 即是说如果你要触发的那个门页是54封,那已经够了,够54封 而当年Theresa May是怎样呢? 就说有24个议员透露已经提交不算任动议,现在透露了28个至今 但实际上当年24个公开表达,其实实际上有48个或者更多 因为当时可能那个quorum是保守党里面的议员的数字没有那么多 所以是需要48封而已,那当时就说48或者更多 那所以就说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推敲,当年Theresa May就是24封就够48封以上 那现在Bossonson28封,那是不是就等于差不多够了 或者已经过了那个54封门栏呢? 这个是不知道的,但是当然啦,这个起码就不是说够信就可以令到Bossonson下台 Bossonson可能都有机会在这个信任投票当中胜出的 这个是未知道的,但是当然前提就是先触发到,触发或者与否先啦 那派端门内部调查上周三就引爆了 这个调查之前,即发表之前就有新照流出 也都掀起了苏格兰场的调查是否有问题 甚至乎Sul Gray的报告是否不够全面,有没有受到压力等等 那党友就等下周四的书棍措施才出声,上周那个 即针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措施 那是否更加不满政府的管治呢? 那这400磅是否对于保守党产生的政治影响有限呢? 那是否应该直接减税才有效呢? 那另外,财商就推这个Winfortex,对于那些能源公司 是不是对这个Winfortex的争议 会不会对于保守党的政府又有不满呢? 那还是决定就是放弃波罗伤神,补回自己的议席了? 那现在很多议员突然冲出来就说要去投包伤神的不信任 那是否要保自己的议席呢? 那这个都是一个政治的考量 那尤其呢,现在Liberal Democrats 和Liberal Democrats在一个南部 或者西南部就冒起了 那会不会对于保守党的执政有危机呢? 那这个都是保守党内部的一些政治上的争持 相信他们要想的就是这些问题 好了,带到下去有点关于能源危机 能源危机的价格,甚至是供应问题 其实在乌俄战争大家都承受了98天 那那个危机完全没解除 甚至乎会有一个升温的危机 那因为欧盟最新在星期一一夜晚通过了 就是年底前大幅削减俄罗斯的进口成油 刺激了国际油价去到三个月的新高 英国我们的平均汽油价格 那个汽油价格是升到每公升173.02平均的升高水平 那就是说你去最低的 我们昨天经过阿斯塔的油站都还有166点多 还是169点多?166点多好像是 但是平均的价钱已经升过了173p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因为在我们去年的时候说130多140多这个水平 但是再之前说LTR那时候是说110多 所以那个升幅近乎是一倍的 那这个真是很高很高 那欧盟就同意削减75%的那个石油 但是今年年底之前就会削减幅度提升到90% 那就是说immediate的那个效果是削减75% 年底前就削减90% 而英国本身就依赖8%的 那个数字虽然很少 但是这8%也都在年底前就会face out 那欧盟这个就是说自三月 就是自月24日以来 俄罗斯入侵以来 欧盟对莫斯科实施的最严厉制裁 而这个制裁是第六次的一个package 那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义就说 不要低估面对的困难 那有人就猜测 为欧洲不能够团结 那但是欧盟他就说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而也都要捍卫这个普世价值和利益 那另外冯德来欣就说 这个定案是反映出欧盟是一致的 欧盟是团结的 那在针对这个禁优 这个问题上 匈牙利是最大的反对声音 另外是捷克等等 斯特佛克 因为他们都比较依赖俄罗斯的石油 那奥尔班 就是这个大家知道 在欧盟里面一个麻烦油 一个长头草 那他跟普京或者俄罗斯 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而他们都飞过去克里姆林宫 就跟普京对话 就是关于这个乌俄战争 那奥尔班早前警告过了 停止入口俄罗斯石油 就会严重打击他的国内经济 因为匈牙利有百分之六十 六成以上的石油 是来自俄罗斯的 那所以现在欧盟的方案是如何处理呢 就是暂时豁免匈牙利 所以捷克和斯特法克 就经这个pipeline 就经管道那些人 可以继续入口 那奥尔班直成说 哇现在呢 匈牙利人可以大被盖过头睡觉 可以避寒声发晒都可以睡觉 那因为呢 就是说可以defeat了欧盟禁止 这个俄罗斯石油进口这个方案 那但是究竟欧盟这个贵面方案 能不能够令到 真是在针对俄罗斯上面 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呢 那就是欧盟自己就说 这是一个团结方案 亦都是一个捍卫普世价值 那但是始终你还有很多国家 是需要依赖俄罗斯石油 这个情况 在长远来说能不能够做到效果呢 这个都不能够有一个定案 那至于今次是因为说 就是这么有而已 但是gas上面呢 是没有提及的 没有提及 那要根据这些数据来说的话 其实是从15年到21年 如果你说在俄罗斯的天然气来说 那个percentage是有减低的 本身说15年呢 是经俄罗斯的那些天然气 是超过百分之十的 是关于欧盟来说 但是在2021年呢 已经低过百分之四十的了 已经低过百分之四十 那哪一个层面增加了呢 相信就是透过这个LNG LNG的那些石油呢 那些天然气呢 是有提升到的 但是先说回油先 就是大家知道在英国开车 都是一个几乎是必需的一个 一样东西 一个生活必需的东西 那究竟油那个价钱的概念是怎样呢 根据英国RAC的数据呢 家用汽车入满55公升的无原汽油 平均成本呢 是95.16英镑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都贴近了香港价钱的了 那变成了香港 譬如现在刚刚来香港 就是由香港去英国生活的香港人 好像觉得没什么 就是跟香港差不多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 首先人工不会香港那么高 生活指数有点不同 但是油价来说 以前来说 110pence左右的油价 现在香港的170多 那个增幅是相当之大 所以还要说这个价钱是有机会继续上升 那当然就是受到这个最新的制裁方案有关 那另外了 后疫情出现的需求增加 因为你那个报复式的外游 和夏天的需求都增加 就是要去旅行不同的 即国内旅行不同地方去旅行 或者去看看东西 那变成了工不应求 所以那个汽油价格是持续上升的 而预计呢 平均价格 几日之内 会升到每公升180pence 那如果你说短期之内 先说两个星期 由160多 升到超过180pence 是很突然的 这个升幅 真是一个 就是rocket的上升 而柴油都会加的话 即不是说柴油不关事 柴油更贵些 继续会升到 每升190pence 而对回1月呢 汽油和柴油平均价格 是145.04便市 和148.85便市 那看来 1月仍然是说 即下跌150 现在5月呢 已经去到 即近180pence 那这个是很夸张 那么就是说 今年的升幅呢 至今呢 已经是接近两成 但是RAC就说 其实呢 里面那些 汽油的成本呢 有大约45磅 是这个tax 那希望政府介入 就推出一些措施 减轻 这个司机的财政负担 那么英国还有少少呢 就要向大家 就是交代一下的 因为呢 是关于这些骗案的 那么不少 就是 就是香港人来到呢 都会开Loyce Bank的 就是银行户口 那但是Loyce呢 就警告 近期见到出现这个advance fee的欺诈行为 那么今年类似呢 就是这些骗案呢 是增加了九成 就是相当之多 那么骗徒呢 就会假装成一间合法公司 就要求申请贷款者的upfront 那就是受害人呢 平均损失231英镑 就是2000多元港元 那么骗徒呢 就特别针对那些信用评分比较差一点 或者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呢 陷入财困的客户的 那么提醒啦 放贷机构呢 不会啊 放贷机构是不会要求申请人呢 预先付钱的 如果有任何疑问呢 就先向你的银行了解先 好了 那么至于那个生活成本上升 通胀壮升高 英联银行也都加息了 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特别对楼市呢 因为买楼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来到英国之后 英国的四月份 按揭贷款大跌超过三分之一 由三月的六十四亿磅呢 是降到四月份的四十一亿磅 涉及六万六千宗获批申 按月跌了百分之六 那分析认为呢就是楼市降温的迹象 那昨天我们就有去Super看那些数据啦 那就说多了些买家愿意减价啊 就是愿意减价 平均减幅呢是有百分之九 而成交速成交易时间呢 也都是稍微延长了 那就是说可能需求呢有少少少减低了 因为你的生活成本不停上涨啊 那都不空看楼啦 不空买楼啦 那那些买家呢就开始愿意减价啦 之前说的就是 你推了个楼本之后 很多人争 争到就是价高者得的 不停升的价格 但现在居然买家愿意减价 那就见到是一个都叫下行少少啦 就是未必去到楼价很低 但是呢 起码是有些下行啦 就是不是之前那么高涨的情况 那这个都会 就是如果你说有一些 就是有了一些 就是有了一笔钱要去买楼的 可能是一个即将 是你可以入市啊等等 那但是始终 银行加息呢 对于你供楼的那个压力呢 都在的 那所以也都有一个 就是说法啦 或者一个意见啦 就觉得就是 现在会不会租楼 就更便宜过这个公楼 就是买楼呢 那就是低过啦 抵过啦 因为你的生活成本都在的 那这个大家自己衡量啦 那这个大家自己衡量啦 究竟你愿意就是 就是真的买一层楼 因为你觉得可能 通胀情况没有维持得那么久的 那这个你要自己衡量一下啦 那另外就是说一下中美关系啦 那其实都不多的 没什么特别新东西 那就是王毅呢 就是这个基辛格与中美关系 那有个研讨会的支持啦 那今天基辛格最新的就是说 就是习林斯基骂爆他啦 就是说那些什么割洋土地啊 就是要求停战 就是说民意中美关系啦 呀 理书我赢作为目标啦 那中国就很流行就搞这些这样的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propaganda啦 就是自己很和平的 就是世界和平的象征之一 那样的啦 就是说到自己很夸张的嘛 那就是一末就说别人呢 就是掀起斗争啊 挑起战士这些这样的啦 但另一個關於台灣的問題 又重新就是台灣是一個省來的 台灣是中國的省,搞什麼總統 這個很大之夜的態度就是令人很討厭 事源就是什麼呢 因為有日本的傳媒提問 在外交部那裡 就說有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也是見蔡英文 趙立堅就戰狼上身 就說台灣是一個中國的省 哪裡得到什麼來,什麼總統 這種態度很困難 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就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國聯合公佈 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背景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哪來的總統 這種說法就不是第一次 大家應該有印象就是年初的時候 1月28日 當時台灣副總統賀清德 去了紅都拉斯 參加這個新的總統就職禮 當時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就是和他寒圈 就是畫面出來了 應該大家 就是寒圈 被視為這個外交突破 這個台灣和美國的外交突破 那時候趙立堅 又是趙立堅 已經公開回應了這個情況 就說台灣只是中國一個省 哪來的什麼副總統 又是這句的 就是exactly 是同樣的一個說法 你會見到這個都其實相當強硬的 你想想一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說這種說話 就是完全不尊重 也都 你不是在建立於一個 或者建基於一個 和平的關係之下 去說這句說話 你明明是一省來的 你搞什麼總統 這個是很挑釁性 完全不給面 也都是一個敵對狀態 你看到其實是一個敵對關係 如果你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可以在外交層面談到的話 相信不會說這些說話 而上年不斷有很多美國軍機降落 外交的團隊來到台灣訪問 又說會有一些反制 有些強硬認對 完全沒有的 那原來就是 一直有很多行為 中國會覺得很挑釁 但是一直都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反應 甚至乎沒有能力應對 那這個一直出口術 就是中國一直出口術 但是你會見到那個態度 其實很強硬 好了 那香港又搞什麼呢 就是香港本身就是6月下旬 就可以搞這個放寬第三階段 但是又因為這個7.1這些 不知道紀念要做什麼的活動 又因應這個習近平 可能要去訪問香港 又壓縮到一日行程 那都要搞勞民商財 那令到香港人呢 這個第三階段的放寬呢 應該就沒有了 那林鄭自己這樣說 就說未必如期放寬 但是呢對市民影響沒有什麼大外的 那當然沒有啦 首先習近平來不來香港的 更加沒有大外 但是那些食肆的做生意來講呢 其實很大影響 所以習近平來到香港這些 就是農民商財搞來搞去 那至於呢 今個禮拜五尾 禮拜六的時候呢 其實呢 一個對於香港人來說很重要的日子 甚至乎對於民主來說很重要 因為六四呢 是33周年 但是大家知道 香港已經不可能再有這個六四的集會發生了 就是在過去兩年都被嚴重打壓 在六四集會上面 那麼 那四聯會案呢 本身呢 本身呢 也都是在 即今天呢 就是第三次提訊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六四 臨近 即是 法官呢 是押後了這些案件 到6月24日呢 才做第四次提訊 那變成呢 就是可能在這個時間 不會有那麼多傳媒討論啊 不會有那麼多報道出來啦 那變成呢 變成呢 又要突然間押後了成二十人 即是二十幾日 即是六四計的話就是二十人 那這個是不理想呢 即是你無端端又要押後 如果你真的要起訴就起訴 但是呢 又要搞到去6月24日 那今天在法庭上面呢 李卓人 就是三個被告是出席的 而周恆彤就是列席的 另外就是周恆彤就會做這個初級證訊 就在8月10日到10月12日進行的 另外啦 因為三人呢 就是涉及其他案件呢 就服刑著 那麽 李卓人和何俊仁呢 在開庭之前呢 就向公眾席債揮手 也就向公眾報入法庭的時候呢 就是高夫毛毛六四 抗爭到底 也都做出六四的手勢 那旁定人士呢 也都回應平分六四和撐住 那保安就要求大家安靜 那而今年的六四事件呢 是三十三 三十三周年 剛才說 也是支聯會解散之後的第一個六四 前常委梁錦威呢 就是接受訪問 就說今年會堅持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悼念六四 因為其實政府是沒有說明六四 或者悼念六四 是不是違反國安法的嘛 那他就說 不需要猜測紅線的 就算沒有集會呢 大家都可以去悼念六四的 也都可以在社交平台分享六四的 資訊和感受的 又說了 如果很多人心裏面有一種恐懼呢 就是輸了 所以覺得免勵大家呢 就不要輸給恐懼 另外啦 沒有記錯呢 沒有記錯呢 在六四都會建立一個集會 倫敦是Kingston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傳承 香港沒有可能再建立六四集會 Kingston在英國 將這東西傳承下去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支持 另外還有一個小廣告 大家知道那個611612的 Repel Hong Kongers的活動呢 反應真是非常之好 日前呢 我們都幫朋友拿票呢 基本上是拿不到這樣 三部電話搶票 只有一部搶到 那實在是很感謝大家的熱烈支持 那如果真的突然間臨時去不到 或者那個時間就不到 但是你又拿了票呢 是可以return的 那return是很簡單 可以將那個free space 讓出來 讓其他人呢 能夠拿到再入場的啦 好了 那611612呢 實在還看 應該是一個很精彩的活動來的 男女老幼啊 都可以支持啦 即在裡面去享受這個Hong Kong Fair 同時呢 就是看到這個 應該是很精彩的一些論壇 那如果入不到場不要緊 可以online看 就是online又直播啦 missed online又可以重溫啦 應該是非常之好 好啦 那今天的5月31號 新聞室The Newsroom到這裏了 我們明天就是沒有新聞室啦 但是新聞傳送會繼續的 但是因為星期四 我們就上Manchester 相信這些節目就會有受影響的 但我們就再在各個平台 youtube、IG、facebook 去公佈啦 今天就到這裏了 拜拜 會不會 會會看 到這裡 如果我們到了 你才可以 拿到這裏 的時候 應該是 你不再多充装嗎? 感谢观看